我们快看,这里怎么会有两个被冰封住的奥特曼啊 是啊,真奇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你们在这里啊 咦,这里怎么会有两个冰封住的奥特曼 好奇怪,我看着他们感觉自己特别的伤心 感觉就像是我的亲人一样 小赛罗,你这么说我怎么也感觉他们好像就是你的亲人啊 看着他们跟你长得这么像,会不会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啊 小迪家你别乱说,我爸爸妈妈只是去打怪兽而已 天黑了,他们就会回来了 我不跟你们玩了,我现在就回去等着他们回来 爸爸妈妈,天都这么黑了,怎么你们还没有回来啊 小赛罗,我好想你们啊 我一个人在家也不会做饭,感觉好饿,好孤单啊 小赛罗,你要坚强起来 我和格力乔妈妈要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来了 这段时间你就去和奥特之王爷爷住吧 等爸爸妈妈回来了,再接你回这个家吧 爸爸,我听到你的声音了,你们到底在哪啊 我现在就去找你们 你们别怕,我现在就用我所有的光之力量去把你们都恢复过来 小赛罗,原来你跑来这里了,爷爷找了你好久 小赛罗,别浪费你的光了 以你现在的光是不足够恢复他们的 跟爷爷回去吧 等你长大后,把自己变得更强 那时候你就能有足够的光去恢复爸爸妈妈了 小奥特曼们跟诺亚学习奥特技能 目的是为了对抗贝利亚和黑暗军团守护光之果 你们都仔细看好了 哇,好厉害啊 我要学这个,我也要 这天小奥特曼们放学回家 突然听见有人求救 救我,救我,救我 小奥特曼们赶紧跑过去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是贝利亚带着怪兽们正在欺负人类 我们吃你点烧烤 不就是少给五毛钱吗 你还要找赛罗来教训我们 告诉你,赛罗来不了了 五一放假了,他去别的地方巡逻去 你们快住手,贝利亚你太可恶了 吃个烧烤,居然还赖账 还要欺负人家 虽然我老爸来不了了 这次就让我们来教训教训你们 就凭你们也想来教训我们 也太自不量力了 你们这几个小股点还早两万年呢 那你们就来接招吧 这里那么多坏兽 为什么第一个就打我 看你刚才叫的最大声 来尝尝我跟诺亚前辈新学的绝招吧 来来来,再试试我新学的魔法 给我变 我怎么变成熟的 那么倒霉啊 你得赶紧跑 小奥特曼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赶快跑啊 我们屁股都要被打开花了 就这样 小奥特曼经过新学的技能打跑了贝利亚和他的怪兽金团 那么小伙伴们认真学习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认真学习对不对 快点爬呀赛罗 你是没吃饭吗 你如果能爬上来 我就放着你的儿子和格力桥 赛罗哥哥被黑化了 收集的光还很少 贝利亚竟然还这样欺负他 没有光的赛罗哥哥只能一点一点的慢慢爬 妈妈 我们要不也加入黑暗吧 我不想爸爸为了我们受苦 我的好儿子 爸爸马上就能到顶层了 马上就能救你走了 赛罗 我看你的能量还是挺多 那就让我给你加点难度吧 愚蠢的赛罗真的可笑 他以为这样我就能放过他们吗 我这就把他的丑样子拍下来 让大家看看 光明老特曼也不过如此 好呀好呀 那就赶快发出去吧 我看谁敢给他光 哥立强 今天的怪兽太厉害了 我打不过他们被黑化了 你连帮都没有了还回来干什么 你现在比怪兽还难看 赶紧滚出我家 永远都别回来了 没想到连小赛罗和格力乔都嫌弃我 下这么大的雨 我却无家可归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还是先到这里躲雨吧 这不是赛罗吗 怎么变得这么难看了 赶紧给我滚 我们都不相信光了 你赶紧离开地球吧 我们都不想看到你 赛罗哥哥无处可去 只好钻进了垃圾桶躲雨 赛罗快出来 垃圾桶是你待的地方吗 垃圾桶是放垃圾的 你连垃圾都不是 赶紧滚回 你当七八星球吧 看来地球上我已经待不下去了 现在已经没人喜欢我了 也不会给我光 我还是赶紧离开地球吧 我把我光明时期的照片发出来 留给海湘星光的小伙伴们做个纪念 如果地球上出现怪兽 我还会回来保护大家的 我猎穿在门 后送人生下 我猎穿在 其时归美名上 我猎穿在 那 住心地 我猎穿在 北城 长城 无恙 不强 苦 未有 感尝 满 花 杰德 别发呆了 快走啊 这个怪兽不是我们的鹰妇的 快去找你父亲来帮忙啊 泽塔 那你自己要小心啊 一定要坚持到我回来 老爸出大事了 你别看美女跳舞了 你快去救救我的好朋友泽塔吧 他正在和一个满嘴獠牙的怪兽战斗呢 儿子 爸爸知道你着急想救你的好朋友 但是你能不能不要扛着我呀 老爸的腰受不了啊 好的老爸 我们到了 我这就放你下来 还有什么 怪兽快住手 本大王劝你乖乖投降 这样我还能饶你一命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做回正义的贝利亚吗 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说这种大话 救命啊 这个怪兽太强了吧 小伙伴们 我真的独立意把我的帅兆发出来 希望你们能给我传送能量让我打败他 此去本身太尽量 乱落让人断肠 离我天涯各一方 我追求你的月光 泪却湿了阳光 往下随风藏的望 他不是小迪迪迪 他怎么一个人在那里哭呀 小迪迪迪你怎么了 为什么在这里哭呀 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说吗 赛罗叔叔 我爸爸出去打怪兽 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好担心他呀 小迪迪迪你别担心 我现在就陪你一起去扯他 迪迪迪大哥你在哪里 你赶紧回来吧 小迪迪迪嫁姐姐没看见你 他很担心你的安全 就在这时传来一阵惨叫声 那就是人人都喜欢的迪迪迪agt настолько 我看你也是有名无识 又连战斗力都没有使出全力 只用一拳又把你打趴下了 真的是太弱了 雷利亚你快把迪迪迪迪 reapp 要不然我饶不了你 这不是大神又塞罗马 你也不敢找大 是不是 想让我把迪迦放了也可以 我听说你最近学会了跳舞 只要你能让小伙伴们高兴 他们愿意给你点红星送鲜花 让我都放到迪迦 要是有人送狗头的话 那我就把你们都变成小狗 树里种下一颗粽子大啦的大啦 它能实现像小圆网又神奇魔法 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 准备好了 哦呦 一起探索吧 这天赛罗正骑着单车回家 刚到家门口就看见贝利亚带领怪兽军团 挟持了自己的家人 赛罗赶紧跑过去要救他们 贝利亚 你快放开我家人 痛快 你先打得过我再说 抓住你了 没有光了吧 我这有黑暗之力 都给你 看看你的样子 已经是黑暗军团的人了 现在我命令你 用你的新能力把你的家人冰冻起来吧 是的 贝利亚大人 赛罗 你干什么呀 我是格力乔啊 爸爸 你快清醒一点 我是小赛罗 赛罗终于变成我的手下了 我快拍一些赛罗的丑照 这样小伙伴们就不会给他光 永远听我的话了 哈哈 我吹过你试过的晚风 那我们算不算相拥 可肉梦中心般的热烧 狗狗 细云灭空 我吹过你试过的晚风 是否看过童云风 想绕了石下了 才从时空 终时空 终时空 心里种下一颗 种子大啦地大啦 看了 这些小笑 让我用神经魔法 不说没 这天 小奥特曼们在一起欢快地跳着舞蹈 突然 小奥特曼们都变成了石像 而刚打完怪兽路过的赛罗 看到此情形却无能为力 感到很自责 小奥特曼们 你们到底怎么了 怎么都变成了石头 这到底是谁干的 都怪我太无能了 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奥特战士 我不配到奥特英雄 我已经没有能量了 没人给我光了 没有光我就没办法救你们 算了 我还是自己走吧 我留下的照片也没人会喜欢的 那熟悉的温柔 像坚持的翅膀 我无边的心声 相信你还在这里 你从不成立场 是居心贵道 到底是居心贵道 感谢观看